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们家一直生活在农村,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种田人,和别人家一样也养了几只鸡几头猪,农村家里基本都养点家畜,可能是因为农村买菜不太方便吧,当有重要客人来时就会杀纸鸡,当时在乡下就算是很好了,我们家还有一条大黄狗。 平时父母去田里他就在家把门,现在很多人都不怎么养那种看家的土狗了,其实农村以前的土狗也很聪明的,也能听懂你在告诉他什么。 每当我和弟弟到放学时间,他总是很准时地蹲在村口等我们,只要看见我们俩,他就会跑过来接我们,每次都很高兴地和我们一起走回家。 我和弟弟回来先把作业做完,然后打些水带着大黄去田里。 农村的小孩子基本上家,里的简单农活都会做,帮父母多干点活,我们就能早点回家吃饭,因为要等妈妈回家才能烧饭吃。 农忙季节农村小孩都是帮着干,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带着大黄像往常一样去田里。 我们家有一片水稻田在河边,我和弟弟边走边捉马炸,带回去喂鸡,鸡就会下更多的蛋。 我们在稻田的楞梗上走的,弟弟一不小心就滑到河里去了,前几天刚下过雨,所以河水现在很深。 我边哭边试探着像坡下去,想找个什么树枝去搭救弟弟。 可水流得太急了弟弟被冲得抓不住河边上的草皮,慢慢地向下沉了。 我拼命地喊着,救命,救救我弟弟。 稻田的楞梗太高了,杂草也尝得很茂密。 稻田里抽水的柴油机声音掩盖了我的喊声,可谁能想到大黄一下就跳下水。 用嘴咬住弟弟的一条衣袖拼命地向上拉。 我在附近也找到了一条树枝,伸到弟弟能够到的地方我在上面拉。 大黄在下面拖拽,最后总算把弟弟拉上来了。 我抱着弟弟哭了起来,回头看见大黄,满身的水还没有干。 我和弟弟蹲下来摸着他的头,边哭边对他说谢谢。 大黄眼睛也是湿润地不时地舔着弟弟的手。 我们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父母,我却因为没照顾好弟弟被责骂了。 没有人教过大黄游泳,也没有人教过他救人。 他自己怎么知道的呢? 从哪以后我们和大黄的关系更好了? 我和弟弟只要有好吃的,一定都会去找大黄分享。 我们很小的时候大黄就我们家了。 那时候我们手里有好吃的。 他从来不抢。 看着他馋的直流口水,也不到我跟前来。 我和弟弟在读初中的时候,有一天回到家爸爸说大黄走了。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,这不就是他家吗? 爸爸说大黄已经一五年了,对狗来说已经很老了。 他自己知道可能要死了。 所以就离开家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慢慢死去。 可能是怕我们为他伤心难过吧? 别人家的狗老了也是这样的。 我和弟弟都哭了。 疯了一样跑出去,四处寻找。 一直在喊着他的名字。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。 在离村头不远的一个土坑边找到了大黄。 可是他已经彻底的离开了我们。 我和弟弟哭了很久。 对大黄的不舍,和我们对他特殊的感情。 只有我们知道。 我们用手扒了个土坑把大黄埋了。 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。 但是还经常能想起大黄。 有时候也不知不觉眼泪就会流出来。 现在我和弟弟都成家了。 我们都喜欢狗。 可我们都不打算养。 那份感情就像自己的亲人。 他来到你的世界会给你带来很多快乐。 可他不能一直陪你到老。 当他离开的那一天相互的不舍。 实在不忍心。 有人说交朋友交错了。 还不如交一条狗。 我觉得这么说。 其实不是在说人的不好。 而是在侮辱狗。 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忠实的像他们一样。 他能给我的一生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。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。 乐活之心。 祝您快乐每一天。